佛光山月光寺的腊八州 14号上午也送了1600万到了简安湘 委托各社的村长发送给社区的弱势家户来享用 乡兰游淑珍感谢月光寺送来温暖 也感谢月光寺正在简安湘新建了佛陀馆 让简安可以成为兼具福报与文化的智慧之地 1600万热腾腾的腊八州市 月光寺的师傅们和志工在清晨4点多就开始熬煮 希望可以和大众分享佛陀得到的喜悦 我们前两天就开始在月光寺开始切料准备 然后今天早上4点半他们就陆陆续续到月光寺来 然后一早大概5点半开始起锅开始煮 是现煮热腾腾的 最主要是大家是一份欢喜心供养心 希望以一个欢喜心来庆祝佛陀的臣道 也一份供养心希望吃到这份粥的人都能够平安吉祥 简安湘的游淑珍感谢月光寺送来的温暖 也感谢月光寺正在简安湘新建佛陀文化馆 让简安湘成为兼具福报与文化的智慧之地 这是带来一份满满的祝福跟一份光怀 还有让我们一起吃下去之后 福会喜乐平安健康 我们再次感谢月光寺给我们带来满满的祝导 那我们也希望因为月光寺正在新建佛陀馆 尤其在成立之后会带来是我们国际的艺文在地的一个生命力的推展 跟我们一个很具体的 我们的这个多元共融的艺文中心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在吉安里面 能够拥有这样满满的福分 跟我们所有的一起共同协力 五分离我的光怀 简安湘各村村长也特别到现场亲手拿到师父制证的福卡 和新云大师的莫保春联 同时也把腊巴粥带回各村 分送给弱势家庭一起享用 希望让佛陀得到的感动和福报 传达到社区的每个角落 谢谢旅会吉安湘报导